哇,不要那麼緊 脂皮,很癡 40元可以做些什麼? 我告訴你,40元可以買回你一夥寂寞的心 龍山寺地下街,一個被稱為治安死閣的地方 傳聞這裡有很多流浪漢、流恩和黑社會 不過近年,政府積極重新規劃 也因為這樣,出現了一間老人店 究竟這班老人家在做什麼? 答案是 一起看電視,還要全日任看? 他們看得這麼開心 不要以為是在看AV 每部電視都有固定播什麼 最右邊這部播什麼呢? 是播電影 哇,法哥這麼年輕 中間這部呢? 哇,行風年前的包青天 最左邊這部,厲害了 聲音最大都是這部 是播演唱會 但問題來了 阿伯,三部一起播,要怎麼看啊? 看得懂啊 但是他不會生意很大嗎? 沒有 沒有 沒有,真好 慢著 阿伯,日文來的 日文來的 不過記者問他問題 他也要聽幾次 看來大家都是享受畫面和字幕 除了看電視 整日流流長,還可以做些什麼? 你肚餓的時候呢 可以叫一下花生吃 叫一下陳皮吃 然後呢 你看到累的時候 過去按摩 其實呢 是坐得一點都不舒服 那個屁股很累啊 然後很逼啊 但是40元你想要求什麼呢? 我們大概就是10點40分 人家開門 然後 你剛才看到下班 等一下 9點下班就回去了 都坐在這裡? 對 你不累嗎? 不會啊 要睡就睡一下啊 可能你以為 這些老人家就好像去樓下公園一樣 但是少年,你太年輕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住其他區的 我住在台北市的近郊 一個禮拜來五天 為什麼這麼遠人要來? 打花時間啊 老人家就是無聊 沒有 這樣而已 沒有 很慘啊 每個笑著說自己等死 帕門才來這裡 雖然笑著說,但是有些氣候 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 大約有348萬人 而獨居的就佔了53萬人 人口老化 子女因為工作 或者組織新家庭而搬出去 都令到他們的晚年生活很孤獨 這裡的老闆娘本來開電器店 發現很多老人家會站在看電視之後 就乾脆將店鋪轉了做看電視服務 不過40元一日任看 賺不賺到錢啊 對老闆娘來說 風雨不改開店鋪 都是想看到這班老人家 每天平安地出現 以前有一個老人家 就是那個桃園那個 剛才我說我明天不知道能不能來啊 可是他現在真的沒來了 我想他可能真的沒辦法來了 像是這樣的大家互相幫忙 因為我們現在65歲要去找工作也不容易找 好 花時間了 好 花時間了 放下了40元之後 我的啟發是什麼呢 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的話 花多點時間陪下他們 陪他們一起看電視 會好過他們來到這裡 去找人陪他們一起看電視 好 我走了 謝謝大家 好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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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不來了 要回香港 香港加油 加油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什麼啊 一講啊 嗯 怎麼會啊 哇 不要那麼感受 好痛啊 我不想分啊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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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